接下来我要讲的 就是跟我们讲的内容策略相关的 整什么呢 这个东西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数字的这样一个时钟 好 我收给你看 数字的木头的时钟 你看看有多少 观看量多少 两百多万 十六万 十几万 十几万 大概十几万 然后到一两万这样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对于会做手工的人困难吗 不困难 只是一个点子 对吧 所以我把这种内容策略叫做借鉴与重做 就是这个道理 你从别人那边借鉴一个点子 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用的这个木头的材料 有的人用真实的木头 有的人是用的是假的木头 贴纸 等等各种各样的做法 可以做成方的 可以做成圆形的 可以显示多功能的 带温度的 等等等等 你就有个点子嘛 然后你就 重做这样一个东西 这就是你的内容 因为做木 用木头来做这样一个垫子时钟 并不是一个专利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 拿来主意 然后你 重做一遍 你不会 指望 你会有两百多万的人 看你这个东西 但是 但是如果你这样一个视频 长期下来以后 能够突破有一万的观看量 也是相当的成功 对不对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这样 你的视频里头 平均都能有一万的观看量 那当然相当成功了 所以你的目标是这样的 不要有不切实际的这种期望 你这个东西会像别人这样子 一伙作 这个东西 他凭什么有两百七十七万的人看 这种集成的内容 将来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起来 将来你随便做一个 都会比别人做得非常精良的 要观看量 比别人多十倍 多一百倍 你会有那么一天 你坚持下去做 好 这是第一个例子 我再给你看 第二个例子 用果冻的做可乐 这个例子 我以前多次举过 你看看 多少人在做 在观看量 两千九百万 两千八百万 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你可以做雪碧的 你可以做哇哈哈的 什么东西 这个通俗 你什么来做 注意啊 我并不是给你一个错误的印象 你做一下 你就会有一万个人观看你的 不是 我 你从这个地方研究你 你能看到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为什么大家看 我特别强 多次强调一个东西 封面看见大家熟悉的东西 我不要猜 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明确知道 这是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 它没有任何的识别障碍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 就是出笔的不能再出笔的例子 大家为什么要讲黄色笑话 因为黄色笑话那点东西 大家都清楚 我不用解释任何的关系 我不用解释做任何的铺垫 直接上来 五句话 三十秒就能讲一个黄色笑话 所有人都能够进入那场景 你这东西不需要解释是什么东西 是可口可乐瓶子 你对他干了什么 为什么能够把它切开 好奇心来了 点一下就看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讲封面图就是这么厉害 你得 他为什么一个人抱着一罐 这个可口可乐 他们干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对喷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有人要看 要了解这个事情 这个为什么会有 这个又为什么有多彩的 逐渐的变颜色 他怎么做的 又感兴趣 就是这样子 好 再给你举例子 全是这个套路 开锁 扳手开锁 所有的人看到都可以做一个 你看看观看量 六千多万 一千多万 然后就这样 几十万几十万这样的开锁 如果你想做这样一个视频 你就会把这几十个视频 全都看一下 看看他们要么这个背景好玩 有的人把这个锁掉到门上面 有的人掉到柵栏上面 有的人掉到什么其他地方 用的扳手又不一样 用的工具又不一样 但是主题讲的全是一个东西 用一种暴力的方式开锁 和用一种什么大头针 铁丝 或者是其他卡片去开锁 那是另外一个套路 所以你故事你清楚 然后怎么做 你看这么多都是这样的开锁 再到下面 你可以看到别的锁 有无穷无尽的玩法 别的人 因为大家识别这样一个主题 很清楚 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做什么东西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简简单的 就是锁的里头的工作原理 像这样子的 你在开锁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锁的这种动作 这种东西在淘宝 或者什么上面 能买到这种 就是这个锁的这种动作原理的 这种透明的这种锁 那个锁 钥匙插进去 然后用钩子怎么一个个勾开 这种视频应该也有在网上 但是你完全可以重做一个 就会有足够的观看量 比老胡的胡说要观看量高十倍 那是最起码的 我的几百个人看 你随便做这样的节目 在一定的时候 肯定会几千几万个人看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好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可口可乐 我们前面讲的是可口可乐的 用它来做 用果冻来做 这个就是我搜索的关键字 你看就是可口可乐 我曾经以前讲过这个概念 可口可乐是全世界都识别的 无论你走到哪地方 大家都能识别这个可口可乐 因为它的瓶子设计非常特别 所以你就用可口可乐 去做各种各样 这是动力杀 做其他的N中东西 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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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有可口可乐在封面的 观看量都不会低 我不跟你讲过 就是那一千度的刀 去切可口可乐 和曾经看过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可口可乐的玻璃瓶子 用那个电钻 去把它钻透 而这个瓶子不裂 就几百万人在看 那个东西 就这种普通的家里头 那种台式电钻 然后实际上 钻一点 弄点水 冷缺一下 很普通 几百万人看这个东西 就因为它是可口可乐瓶子 你随便拿一个 青岛啤酒的这个瓶子 观看量就不行 大家不知道青岛啤酒 怎么回事 可口可乐 所有人都知道 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讲 我们群里头 有没有人 有没有这个智慧 就做一个频道 主题就是可口可乐 你用可口可乐的水 用它的瓶子 用它其他的招贴 宣传各种东西 围绕可口可乐 做一个频道 说不定哪天就惊动了 可口可乐公司 赞助你 这是自带流量 就像iPhone自带流量 你什么都可以跟iPhone上去靠 因为iPhone每个月都有几千万的自然搜索流量 就这个道理 可口可乐 全是可口可乐 你爱怎么折腾 怎么折腾 都会有流量 这个你看 这是千万计的 并不是讲你做视频就能有千万 我跟你讲 这是证明的流量 大家为什么想做关键字研究 要看看什么东西在流行 这个就明确的告诉你 不是假设在流行 而是一个个例子告诉你 已经证明流行 刚才讲是开锁 这个是现在是 我只是搜索的锁 你看看 你锁可以给它折腾各种各样的东西 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去冷冻它 去砸它 各种各种开锁 用既然用这种东西也能开锁 等等等等 这都是开锁的原理 这都是因为大家熟悉 很多人家里头已经没有这种锁了 但是他熟悉这个东西 我大都不想讲 老早的那种闹钟 有多少家里呢 有到达时间 这样闹的 你是不是可以用来做好多好多东西 如果你家里头 我不讲 你如果是收藏好多几十种 这个受破烂的家里头 弄个几百个闹钟在里头 然后我可以想想 我现在随便想的 你有几百个闹钟 然后呢 就让他同时闹 可不可以 就调到那个时间 然后他开始闹 这一期节目 我相信就会有好多人看 好玩了 就像那个人穿T恤衫 穿100层T恤衫 就100层挑战嘛 这种东西挑战太多了 图这个眼影图100层 手指甲油图100层 口红图100层 穿100层这个T恤衫 全都是这样的玩 都有人看 好奇 好玩 你看我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负面图 我想到的是什么 好多好多这样的 这个自理题 什么挪动一根火柴杆 怎么怎么东西的 你都可以做出一个系列来 你不用去想 你去找各种各种的 这种自理题 毛色顿开 脑筋急转弯的这种题 好多 这种东西 买几本书 你就开始做了 不要忘记 那个俄罗斯小哥 我不讲吧 他就在亚马逊买了四本书 就从那个地方开始起家的 现在将近2000万的粉丝 两个频道 厉害吧 好 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鞭炮 我以前讲过的 你看我就搜索的是鞭炮 你看看这个观看量 5000万 3800万 3000多万 你觉得整啊 砸西瓜啊 或者是就简单的这样放啊 或者是讲 我这个是最多的啊 一万响啊 或者是我大小系列的啊 来一个最大的啊 等等等等啊 各种各样的炸法啊 这个 现在这个流行这个东西 小玩具 我就来炸它小玩具啊 你在流行 我炸锁啊 看看它能不能炸开啊 创意无限呢 你看 炸西瓜啊 还有呢 给你看呢 炸手机啊 这是蹭流量低级到 不能再低级的手段 去炸它 用1000个这个炮杖来扎这个手机 最后你想扎的会怎么样 我可以告诉你 我没看这个节目 我可以想象到 这个炮杖 对这样的手机根本就没有伤害 它就是伤害了怎么样 550万的观看量 你知道吗 就是1块钱的CPM 它就能赚到5500块钱 这个相机也不过就是1000块钱 几百块钱不到 并且它还不会坏掉 绝对不会坏掉 这个绝对炸不坏这个手机的 所以你做一期这样的东西 一个完全新的手机 把它拆开来拆封 然后显示给你看 然后放到那炮杖里头炸一下子 然后把这个炸完了以后 这个手机在这个电子感光拍卖 你损失不了多少钱呢 这期节目你能赚几千块钱 可以吧 这是很低级的蹭流量的 你会做吧 不用想 我现在讲到这个地方 我随便给你脑洞打开一下 这些人很粗暴的 什么一万想在这个地方去炸 你可以把这个一万想拖到这个地上 这部分上面盖上砂 那部分盖上这个面粉 那部分盖上这个上面掉几个气球 在普通的这种气的这个气球 然后这个地方装上 装满这个氢气的这样一个气球 它一路爆然过来以后 会是什么样情况 你知道炸和炸那个面粉 和炸太普通的气球 和带氢气的气球 感觉全都会不一样的 所以你一路过来就能看到 好玩呢 不是那么简单粗暴 就拖那么长一万想 炸个几分钟 不好玩 你可以设计一点东西在上面 这个就是小的技巧上面 所以你就考各种各样的玩法 就像我刚才讲 跟可乐瓶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个iPhone 我可以用从小号的鞭炮 再到最大号的鞭炮 我可以一直炸它 看哪个最后最大的 把它这个炸坏了 可以啊 太多种玩法了 这个可乐瓶子 你去炸它可以吧 最小的鞭炮放进去了 锅子窥然不动 然后鞭炮又放一大 在某一个时刻就把瓶子炸破了 这就是一个过程 这就是故事 不断的引诱你这个好奇的观看下去 这个需要天才吗 不需要 对不对 这种创意 你看我在直播里头 我就随嘴跟你讲 如果你来做这个频道 我来给你做参谋的话 我可以每天给你出好多好多这样的点子 很多人就讲 哎呀我做了一期 我就没办法做了 怎么没办法做呢 我以前跟你讲过一个案例分析 就是做iPhone 最简单的一种 就从iPhone从一百尺地方摔下来 简单的一个动作 你可以找出一千种一万种 虐待iPhone的办法来 太容易了 开水去煮它 用大榔头去砸它 用切割锯器切它太多了 你但凡开启了 你这样一个智慧之门的话 你无穷无尽 哪会讲什么 等到枯竭 没话可说 没节目好做 只有讲来不及做 对不对 讲过这些例子以后 你去想好啊 我就拿来主意抄袭 那么我就再给你讲这样一个例子 纸板做AK-17 这个我以前也讲过这个案例 你看 这种东西做出来 做出来做出来 好 你讲 我也拿来主意要做一个样的 这个时候我就讲 不要完全的拿来主意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这个东西在设计 这块板炉和裁剪 怎么样安装 它是有设计 它有创造的部分在这里头 你直接赤裸裸 不向别人致敬 抄 这就不好了 大家就会看不起你 这个互联网上全是真的 它知道你是谁抄谁的 所有人都不知道 总会有一个人 会在你的频道底下讲 你这个抄的就是某某某的 这个人就会让你人设崩塌 应该怎么呢 你要向这个人致敬 然后稍加改装 感谢观看